在双北卫绕扫荡黑帮有功的警察同仁后 对于媒体询问桃园警方查获疑似国军枪支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军警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追查 至于真假枪如何分辨 林又昌说有两种方式判定 其实真假枪只要当过兵的人其实非常的清楚 这个枪击到底是不是有枪击 如果有枪击才是真的枪 第二个很简单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都会清枪 枪管里面有没有弹线 有弹线就是真枪没有弹线就是假枪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警方跟军方已经组成一个专案的小组 还有包括相关的一个卸弹的一个追查 我想小组有成果之后会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报告 警政署长黄明昭则说明初步鉴定结果 这把步枪不能击发也非国军产制 研判应该是市售的模拟操作枪 保握总队以及龟山分局在龟山 查获改造的地下兵工厂 其中有查扣三把步枪 有一把认为说是国军所产制的这个步枪 那经过监视专家的一个检视 是不能击发 而且是非我们国军所产制的这个国造的一个步枪 那个枪管虽然是有通 但是是不能击发 那国军也在做一个清点 那初步监视人员认为这把枪是操作枪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